刘先生呢到自助银行准备汇款 结果呢一是大意错把钱汇到了骗子的账户上 这个掉进虎口的钱还能取得回来吗 刘先生说接到朋友电话后 他就急忙来到下关四平路上的一家自助银行准备汇款 就在这时来了一条短信 短信上是一个账号 刘先生以为是朋友发来的短信 没加思索 就按照手机上的账号汇了两万块钱过去 意识到上当后刘先生赶紧拨打了银行的服务电话 工作人员在电话中指导刘先生 让他用骗子的账号取款 连续三次密码错误 账户就被锁定 刘先生的钱得以保住 银行工作人员提醒客户在汇款同时接到短信 一定要打电话跟对方何时后再汇款 千万大意不得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对方 Lorenzo市频道